孩子有一些不名所以的笑点 我也不知道他在笑啥 然后我们现在呢要让他 Hello大家好 我是Jasmine 大家也知道啊 这两周就是室外的playground已经开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探公园的系列 因为孩子呢已经去逆了家附近 步行可及的那几个公园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步行稍稍有一些远 但其实开车还是比较近的一些公园 那今天呢第一个我们就来到了 Blackbird Lake 他说他要下车 我首先发现了一个bug 就是他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专门的停车场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路边停的 然后因为我是很路痴的一个人 所以我先得给我拍张照 给我的车拍张照 让我确定一下方位 我常常在观想 我刚刚导航的时候呢就直接导了 应该是导blackballet playground 或者playspace 才可以到这个门 所以我们刚刚又开了两分钟 现在终于下来了 把这个小主做好了 然后其实呢 就是真的是我们这种天生完全没有方向感 完全露吃的人 在过去的时代 简直是不能出息 然后现在感谢GPS 我之前说过 无痛分娩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 没有之一 对现在依旧是最伟大的发明 没有之一 但是GPSGPS可以成为史上 在我这儿可以成为史上第二大伟大的发明 虽然是星期一 而且现在已经是四点多了 但是停的车还是非常多的 我可以预见 其实人还是很多的 还有车应该还停不进来呢 好了我们要进去了 这边解释了 我发现一个事儿 现在天呢慢慢暗下来了 月亮都出来了 我要跟他说 游乐场的人呢也越来越少了 我要跟他说 刚刚我们还坐在这个滑梯底下的小房子里 然后吃了点东西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跑过来 还跟我们share了吃的 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有人一起抢着吃呢 吃的就特别的香 有人一起玩呢 玩的就特别的好 然后我们现在差不多要回家了 因为天色已经很暗了 然后现在也快六点了 但是游乐场的小孩还是有一些的 然后我们家孩子我也不确定 他想不想回家 刚刚跟我说他不想回家 然后现在天气冷了 然后确实是开始凉下来 天天开始暗下来了 他说他也想回家了 然后刚刚我在录像的时候 觉得还是蛮傻的 因为我第一次在室外录 然后很多小朋友就一直在看我 就可能就觉得这个阿姨 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说话 然后还要录下来好傻的 我觉得也就还是蛮傻的 不过换一个角度想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多观众 然后别人看到我 觉得傻就觉得傻了 我们要准备走了 然后我们家孩子问问我们的车在哪里 这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我也不知道 就作为一个自身 妈妈一起去找 作为一个自身路痴来说呢 就是当你把车停在一个地方 然后你就会完全忘了车停在哪 但是好在现在因为人少了 其他车都走了 所以车应该会好找一些 然后我们家孩子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 他觉得这是什么妈 居然忘记自己的车放在哪里了 唉怎么办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痴的一个状况 你说我上那个上电梯 我就特别讨厌国内 他一个房子他有四台电梯 完了我上了一台电梯 完了我在这个上楼下电梯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我家在哪个方向 我还要左右看一下 同理我每次去公司的时候 也是要左右看一下 我到底要从哪门进 然后我们同事也觉得特别的confused 为什么这个这么简单的方向问题 我都搞不清楚呢 真的大家要理解一个路痴啊 真的搞不清楚 对于我们来说很难的好吧 就像我这个开始走了也走错了 然后现在很不容易找到 然后我现在也找到了停车场 我非常有信心 可以找到我的车停在哪里了 我现在已经看到了我的车 好啦 现在我们要上车啦 先把我们小主给弄上车 然后我们就开回家啦 带着孩子的时候特别不好路 因为他总在旁边插嘴 我们先把小主 就你啊 孩子有一些不明所以的笑点 我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让他 我们现在呢 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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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闪遍五百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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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开车回家啦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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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点赞 求关注 求小领导 关注了您就是老粉儿 我那你带你带去 那你带你带来 我真的将来我 我 晾到你带你带来